15岁被母亲逼做艳星,沦为赚钱工具 多次在媒体前掏出小刀自残 陈宝莲作为港圈女星,酒吧打架斗殴,已是家常便饭 然而,她的癫狂行为还远不止这些 她是周星驰电影中的冷艳美女 仅出场就吸引了所有观众眼球 但她的美艳外表下,藏着太多难以启齿的风月往事 沉默把15岁的陈宝莲送去拍摄了一些大尺度服的广告 又逼着女儿去夜总会上班 还一口气替女儿签了多部风月片 彻底成了母亲赚钱的傀儡 陈宝莲自小就缺乏安全感 在黄任中的疯狂追求下深陷其中 但好景不长,皇冠中换女人如换衣服 另找了新欢 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宠后 陈宝莲每天酗酒,甚至动不动就打架 在家里不止一次点火 作为曾经当红女星 她种种行为都被记者给拍了下来 可谓是轰动一时 陈宝莲整个人都变得疯疯癫癫 2002年7月底 陈宝莲从24楼一月而下 只留下未满月的孩子和一封遗书 一旦每人当场相消遇 陈宝莲的遗书里 满是对黄任中的执着 离走前,我仍爱着黄任中 我不允许任何人诋毁她 我的命运早在15岁 揭开了悲惨的一生